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几年这里吸引了很多观光客的目光 其实早在上川岛还是一座荒岛的时候 就曾迎接过一批来自远方的特殊客人 他们是谁 又会在这里做什么呢 十六世纪处 位于广东省台山西南部的上川岛 来了一批金发碧眼 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他们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座安静而陌生的岛屿 这批不请自来的客人是谁 他们又为什么要来到这座陌生的海岛呢 在几位特殊的客人中 有一位名叫乔治欧维士的葡萄牙商人 他刚满十四岁 便依照父亲的意愿继承了家族的生意 但做生意并不是他的理想 在乔治欧维士的心里 有一个默默埋藏了许多年的愿望 这个愿望的形成源自他看过的一本意大利书 书的名字叫做《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是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 曾在中国游历了十七年 在这本游记中 《马可波罗》以大幅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 描述了中国华丽的宫殿建筑 无穷无尽的财富 以及巨大的商业城市 这本书的出版激起了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 年幼时的乔治欧维士在读过这本书后 更是梦想着自己也能到中国去看看 十六世纪初 葡萄牙人率先绕过好望角 一路向东来到印度洋 占领了马拉加 也就是现在的马六甲海峡 此时的乔治欧维士已经十七岁了 这一年的贸易季节 他决定要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于是乔治欧维士与其他商人结伴 一同来到了马拉加 他们计划在这里边做贸易 边等待中国货船的到来 然后跟随中国货船前往中国 计划虽好 但乔治欧维士并不知道 遥远的中国正在实行海禁政策 明朝建立之处 为了防止倭寇与海盗的滋扰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 除了禁止中国商人私自出海经商 外国商人也不许来中国进行贸易 对此毫不知情的乔治欧维士 每年都会在贸易季节前往马拉加 满怀希望地等待中国商船的到来 但每年都会在贸易结束后失望而回 时间很快到了明朝正德年间 这一时期的海禁相对松了一些 又一年的贸易季节到了 乔治欧维士像往常一样再次来到了满拉加 这一年的满拉加十分的热闹 因为多了几位黄色皮肤 头腕发际身着长袍的商人 他们的货船从东方来 刚一靠岸就引来了众多外国商人的围观 从船上卸下来的众多货物 更是瞬间便被抢购一空 抢购到货物的人都如获至宝 兴高采烈 而空手而归的人呢 则低头丧气 闷闷不乐 这艘船到底装了什么宝贝 竟然如此受欢迎呢 从船上卸下来的货物中 有入手柔软而光滑的丝绸 有入眼精美而光亮的瓷器 还有清香宜人的茶叶等 乔治欧维士等几位商人 也幸运地抢购到了一批珍贵的丝绸和瓷器 乔治欧维士早就听说 这些货物的产地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东方大国 中国 只有在那片神奇的国土之上 才能生产出如此精美的物品 乔治欧维士当即决定 跟随这几艘商船前往中国 就这样 几位不请自来的远方客人 飘扬过海 历经多日到达了中国的海域 由于中国的海进政策仍在实行 乔治欧维士等人无法跟随前面的几艘中国商船进入内陆 便临时找了一座偏僻的荒岛落脚 这座荒岛就是前面提到的 位于广东台山西南部的上川岛 据说 在确认完小岛的安全后 乔治欧维士等人 在岛上树立起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国》文章的石柱 以纪念他们的中国之行 不幸的是 上岛后没多久 乔治欧维士就因病去世 据说 去世后的乔治欧维士 就被埋葬在这根石柱的下面 如今的上川岛上 确实有一根高约两米的石柱 这根石柱下粗上细 顶部有残缺 在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后 棱角已经被磨损得十分严重 柱身上也已经找不到任何字迹和符号 但这根石柱究竟是不是葡萄牙商人在此立下的 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毫无疑问的是 乔治欧维士等人的到来 的确是上川岛上的贸易往来多了起来 有很多葡萄牙商船开始往来于上川岛和葡萄牙之间 中国商船也特意从广州福建等地来到上川岛 与葡萄牙商人偷偷在此进行交易 上川岛一时间成了贸易之岛 中西海上贸易的通道再次被它连接了起来 随着又一年贸易季节的开始 上川岛上又迎来了许多外国人 其中有一位葡萄牙商人带来了一个大订单 购买三百套由中国景格镇烧造的青花瓷 景格镇位于中国江西省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 是中国著名的瓷都 这里烧制出来的瓷器有白如玉 鸣如镜 薄如纸 生如庆的特点 十分受西方人喜爱 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曾在他的书信集里说过 江西景格镇制作的瓷器 是世界上最好和最可爱的东西 景格镇烧制出的青花瓷 同样受欧洲人喜爱 这中有着典雅图案的瓷器 已经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皇宫贵族们 梦寐以求的高档奢侈品 除了瓷器 商人们还热衷于采购中国的丝绸和茶叶 这些货物在欧洲也十分畅销 售出后有时能够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 后来人们才得知 这位带来大订单的葡萄牙商人 名字也叫乔治欧维士 有人说这位乔治欧维士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乔治欧维士的儿子 也有人认为这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关系 崇明只是巧合而已 那么这位后来的乔治欧维士 是否如愿以偿地买到了景德镇的瓷器呢 交货期限一到 乔治欧维士便兴致勃勃地在岸边等待着 可交货日期过了好几天 他等的货船也没有来 乔治欧维士以为自己可能等不到这批瓷器了 谁知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 那艘他等待的中国货船终于到了 但货箱打开后的一刹那 乔治欧维士彻底失望 货箱打开后 乔治欧维士看到的 竟是一箱箱大多已经破碎的瓷器 后来他才得知 这艘货船在来上川岛的途中 曾碰到过礁石 虽然货船在紧急修复后幸免于难 但船上所装的瓷器却被撞碎了很多 乔治欧维士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破船长时间的海上航行 即使能够躲过礁石 有时也会遇到暴风的袭击 以及海盗的侵扰 瓷器破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 损坏的瓷器无法出售 便都被丢弃在了一片海滩上 久而久之 这些瓷器碎片被一层层掩埋在了泥沙下面 形成了堆积层 如今 人们来到这片海滩上 没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些碎瓷片 数量最多的是青花瓷 其次还有红绿彩瓷 白柚瓷 青花红绿彩瓷等 这一片它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德 一个是造 现在不清楚到底是大明正德年造呢 还是大明宣德年造 但是这两个款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正德年造的年代 现在我们看它应该是 家境人仿制的这个款 文饰除了飞龙 凤凰等 中国传统文饰 还有西方的文章词图案 文章词属于中国古代外销词的一种 是由中国工匠 按照订购商提供的造型文饰 专门为西方国家烧制的瓷器 丰富多彩的瓷器碎片 遍布在上川岛的海滩上 给海滩增添了几分别样的装饰 因此当地人赋予了这片海滩 一个美丽的名字 花碗瓶 1552年7月 一位叫圣方济阁沙物略的西方传教士 来到上川岛 在抵达上川岛后 准备四机随商船前往广州传教 还没等到前往广州的商船 圣方济阁沙物略就因水土不服 死在了上川岛上 这座位于上川岛上的小型天主教教堂 就是圣方济阁沙物略的墓园所在地 不久之后 海滩政策进一步加强 葡萄牙以及其他国家的商人 从此离开了上川岛 这座曾经被称为贸易之岛的小岛屿 从此又恢复了宁静 但那些瓷器碎片和其他历史遗存 却被永远地留在了这座美丽的小岛上 为过往的人们讲述着 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一件件商贸往事 中国南宋时期 一位日本禅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来到中国修习佛法 除了参禅诵经 他还有个小小的心愿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愿呢 小小的青瓷茶碗 为何两次往往于中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 国宝档案为您讲述青瓷飘茶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